哈喽大家早上好我是大胖兔 今天呢想跟大家聊一聊英国的水质 你看这湖里面全都是水秀 英国的水呢 根据您看地图您住的区域的不同 看您住在英国的具体哪一个方位了 这红的呢就是特别硬的水质的地区 蓝的呢就是稍微硬 中间硬这个部分 不硬不软但也有点硬 黄的呢就是软水区 软水区一般就是说比较 比较的安全去喝 但是多多少少也会有水秀 水垢是这样 因为我这个水壶呢 我是每天早上冲茶 那是从自来水管里面接的 所以呢大家就可能看到 这个水垢呢就形成 还有你这个沙瓦 这个洗澡用的这个喷头 也可能会结水秀 下面我们就看一下 我是怎样出水秀 还有用什么东西把它出去的 OK如果结成这样就很可怕了 对不对 给我感觉如果是经常喝水秀的水 会不会得胆结石呀 肾结石之类的 这是我自己的这种幻想 不一定是真的 但是最好把它除去 OK我们一起来除吧 我除水秀呢 水壶里水秀 我一般是用这个 我用过很多的产品 我觉得这个比较好用 它就是这个 你上超市哪里都有卖的 它给我感觉呢就是说 用一格 你这么一次呢 用这么一格两格 其实你看我的呢 也不是特别的重 我有的时候呢就用半格 因为它 待会儿我给我们一起看一下 如果是你用这个 这个什么东西 洗手的这个 这个不锈钢的这个东西 还有喷头 就要用这种东西 这个VACAL 是比较好用的 给我感觉 它俩都是一个牌子 我用习惯了这个Original 我反而这个就是口味不同一点 我还真是 我还真是不太喜欢这个口味 你别看它写着抗菌嘛 我比较喜欢的就是这个原装版的 我看它出了新的 我就试了一下 这个呢就是 是一种液体的结构 它还做一种就是喷雾式的 我用了喷雾式的 我感觉非常非常的刺鼻啊 同样都是VACAL 但是我就喜欢用这种 这种不刺鼻 你放到这个布子上呢 它是液体的 留上几分钟再洗掉 如果你买的VACAL 是那种喷雾的 特别特别的刺鼻 非常非常的不舒服 OK 那么现在呢 我就要用这个 把它放到水壶里面去 OK 现在呢 我就烧一壶 把这个开水烧开了以后 再把这个液体放进去 这个除锈剂呢 你放的时候呢 要小心一点 因为它就是 就像那个 就像那个火山喷发似的 特别吓人 你要下面呢 再垫上一个这种的垫子 或者放到水池子里面去 你看特别吓人 这就把那水秀都除掉了 如果在自己的公司 学校单位呢 没法除水秀的情况下 你尽量喝第一杯 和上面烧开了以后 不要喝下面 下面不就进水秀了吗 对不对 它现在呢 差不多两分钟以后呢 它就不滋滋 这个声音 这个飞子也就没有了 然后我把它冲掉 我把它倒掉 你看 倒掉以后 哇 这些都是水秀 喝进去 要多胆结实了 这个小球呢 这个小球呢 在 我是在Robert Dyers买的 你看 它平时呢 也是能连水秀 那么你除水秀的时候呢 你不用把它拿出来 放进去 它上面的水秀呢 也就被刚才的那个液体都除光了 现在我要再烧 热水 烧上两三次才敢喝 不然这里边我总觉得 还是有那个化学用品 哎呀 你看现在多么的清澈 多么好呀 我现在呢 就要把盖子盖上 再烧上两次 完全烧好了以后才敢喝 如果有的同学呢 想喝凉的冰镇的水呢 就建议您买一个 这种的水壶 这个水壶是这个牌子的 叫Brentina吧 它里边这种的 大的这种cartridge 大家可能看到 就在水壶里 我拿一个新的给大家看 是这样的 我以前呢 有一个小的水壶 你看这个是大型 大号的这种水壶 他还买一种呢 就是一个小型的 感觉比它瘦 比它高 这样 那个水壶 那个水的这个cartridge 我不建议大家买 因为我以前就是那样子的水壶 结果那个cartridge 特别难买 给我感觉现在是2017年的12月 基本上英国市场上 是这种的比较流行 在哪都有卖的 而且这个牌子呢 好像是比较好一些 你用了这个cartridge 它上面就会 就会告诉你 你看 这是多少 我昨天换了一个新的cartridge 所以它就是百分之百 百分之百 看不大见 百分之百就满了 它如果是75% 这个条子就消失了 25% 零就没有了 就建议你再换新的 OK 就是这么一个水壶 你就可以从自来水里灌了水 让它过滤 但是你换新的这个 这个这个cartridge的时候呢 前两边的水 不要喝 把它倒掉 第三遍呢 再正常的喝 OK 就说这么一个事情 这个呢 也是在 它任何超市都有卖的 但因为我是省钱达人 我买 Robert Dyes 任何超市都有卖的 我买的时候打折 它打折的时候你再买 它又坏不了 OK 今天就说到这儿 希望呢这个video对大家有所帮助 能对英国的水 对水质呢 有一定的了解 我是大胖兔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